女人给空牛奶瓶灌上水 再装到奶瓶里 这带有牛奶味的自来水 就是小儿子这一天的食物 大儿子走出来给妈妈看他的脚 鞋子竟然会说话了 妈妈只是塞了一块口香糖给他吃 嚼了几口后再拿出来粘住 鞋子就这样闭嘴了 旁边的男人说自己修好了冰箱 结果下一秒 理查德和朱迪如今的生活 几乎是水深火热 他们年少时就相识了 作为墨西哥人 小理查德收到了不少的歧视 他的父亲瓦乔是个酒鬼 一喝醉了便会拿小理查德撒起 上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那时候他每天的午餐就是豆泥卷饼 白人们都很看不起这卷饼 直到有一天小理查德带了两个卷饼 当白人又来嘲笑他使他先发制人 他这么夸张让白人蠢蠢欲动 不由自主地尝试了一下 这一尝他们就彻底文献了 从此小理查德成了卷饼小贩 疯狂赚白人们的钱 有钱后他第一件事就是 去给朱迪买巧克力 但因为他的肤色商店老板很警觉 甚至报了警 警察来后也没有让小理查德解释 就认定这笔钱是他偷来的 如果这个世界把一个人当作罪犯 那他就会成为罪犯 当时的墨西哥人很多都做了黑帮奋斗 因为活着就已经很艰难了 长大后的理查德和朱迪也不例外 他们打架偷窃贩毒 尽可能地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 一直到朱迪怀孕的那天 他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平稳下来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担惊受怕随时可能进监狱 理查德沉默了很久 在混混门又一次来叫他去玩时 他起身回到了屋子选择了更好的生活 但想要改邪归正太难了 理查德甚至没有一个文凭 尽管朱迪给他做了漂亮的节目 却依旧没有什么用 他们每日四处奔波得不到一个好金 家里的账单越来越多 孩子也吃不饱饭 无奈之下朱迪只能求理查德 去父母家蹭了一顿饭 父亲知道理查德找不到工作后 便一如既往地打压他 理查德十分沮丧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回老行当 可当他要回到混混中间时 老大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理查德有妻儿 老大如今在非多利工厂上班 一天理查德就去了非多利工厂 要来一张应聘表 看着这张百事公司的表他很茫然 原来做一个清洁工也要高中文凭 朱迪知道后给他编造了一个 只是不巧被人事总监识破 总监请他离开理查德却不愿意 总监最后还是留下了理查德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决定将会拯救工厂 玉米粉经过挤压机经过烤箱 就会变成薯片 薯片在滚筒里冷却后 就到了分类称重和包装的地方 在这其中 机器会不断地往下滴油 理查德的工作就是抹去这些油 避免遇上官司 以及一个小时换一次垃圾袋 保证整个工厂的简洁 一走进来理查德就爱上了这里 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之城稳稳当当的 他对工作抱有热情 每天都最早到最晚走 除此之外 他对这些机器也很好奇 这天理查德靠近一位工程师 想问他这些机器的原理 工程师很戒备 毕竟这是他吃饭的家伙 面对工程师的问题 理查德哑口无言 在这个工厂里等级制度森严 穿白色衣服的人是工厂经理 他们的生活富足安稳 还有退休金 其次是楼层经理 他们没有工作保障 却要承担所有责任 简称背锅侠 然后是机器操作员也是蓝领 理查德去找的那个工程员 叫克拉伦斯 是所有操作员中最优秀的 高层中有一半的人是他教授的 但他却因为肤色在蓝领止步不前 所以很忌讳别人问他专业问题 然后是底层员工 最后才是清洁工最低阶层 同事说他们没有资格去找克拉伦斯讲话 因为这是规定 但理查德并没有放弃 他不想拖一辈子的他要做管理 于是他就像年幼时那样拿出了卷饼 要请克拉伦斯吃 克拉伦斯这一次没有拒绝 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面对理查德的真诚 克拉伦斯终于被打动答应教他东西 他真的非常专业 站在高处仔细一听就会知道 哪一台机器皮带滚筒 罚门或马达出了问题 理查德利用一切自己的时间学习 早上早来晚上晚走 他确实很聪明还没几天 就初步掌握了这里的机器的知识 还因为太努力 被评为了阅读最佳员工 就在理查德以为前途一片光明时 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里根总统上台后取消了很多福利项目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理查德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 裁员和减半变成家常便饭 实务券也很难领导 一转眼理查德做了八年清洁工 他无数次的申请掉岗也无数次被打 为了维持生计 他现在什么活都抢得干 一个清洁工还去超市里上货 就连工厂如今也摇摇欲坠 竞争太激烈了市场份额却在缩小 这天摆是总裁恩里科为了鼓舞大家士气 录下了一场讲话 理查德举着扫板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 杀内奸罗杰好像在和他说 猛的回神理查德在想 什么能让这个工厂七死回生 这天他去接儿子室给儿子买了烤玉米 玉米上蘸了辣酱尽管很辣 小儿子还是爱不释手 理查德哭笑不得他抬头看 发现很多人在他们的食物上撒辣酱 杀内奸汤污了 原来所谓的机遇就在身边 他买了很多薯片回家准备做辣味薯片 朱迪看到后有些崩溃 他们家已经没钱了 理查德发现后捏住妻子的肩膀 这是他们夫妻间的默契 这么多年都相互扶持着走路 朱迪告诉理查德 他的父亲给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理查德沉默一瞬同意去见解 父亲将这份工作吹得天花乱坠 一年后可升职说不定还会涨心 但实际上还是清洁工 理查德觉得很讽刺 父亲口口声声说菲多利不重视他 但其实是父亲自己看不起他 理查德从小被打习惯了 真正可怕的是父亲对他的言语打压 让理查德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朱迪很震惊 他从没想过丈夫会这么痛 在父亲说他对理查德失望了的时候 朱迪直接站出来痛骂他 然后告诉理查德 他愤怒地走出去 然后一家子冲到商店里 将辣椒洗劫一空 他们要做出让所有人辣到冒汗的薯片 他在吃玉米时突发奇想 要把薯片也做成辣的 他们买下超市里所有的辣椒辣酱 一样一样的尝试 然后端上桌让孩子品尝 大家品尝一口 纷纷冲到水池边吐掉 理查德没有放弃 仍在继续研究 为了让充分摇晕薯片 他们还自制出一台小滚筒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理查德推了一碗零食到儿子面前 儿子严肃地吃了一口 理查德送给邻居朋友都说好吃 这让他信心大大增加 几天后工厂又裁员了 理查德所熟悉的那些同事都离开了 他找到主管提出辣味薯片的构想 请求跟总裁恩里克通话 但主管拒绝了觉得他是一响天开 深夜理查德偷溜进办公室 找到企业的电话簿 以及恩里克的电话 第二天他犹豫很久 还是拨出了电话 那头是总裁秘书问他是谁 理查德结结巴巴地说明自己身份和来意 秘书愣住了 他想不出清洁工能有什么惊破天的想法 愁出一阵后他决定转接 恩里克没有一点架子很温柔 理查德告诉他自己做出了一种辣酱 这种辣酱非常受墨西哥人欢迎 如果把辣酱裹在粒体脆菲里多姿 爆米花或者其多上等 他相信这会走向他们国家的人 由此拯救整个工厂 恩里克很认真的听完 并同意理查德寄一些样品过去 样品寄到后 恩里克只吃一口就连忙叫水 但他眼睛里放出了光这太好吃了 他给理查德电话 约定两周后在工厂见面 主管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 觉得理查德擅自行动 如果恩里克来了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 那他们工厂也就可以直接倒闭 他的话让理查德很沮丧 朱迪却告诉理查德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服恩里克 夫妻俩去买了很多书 还专门制作了精美的PPT 朱迪给理查德买了一条领带 一切都整装待发 但当恩里克团队真的来到工厂时 理查德却紧张了 PPT调不出来 对着手稿念半天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他扔掉手稿放弃PPT 坦言说他们的货架太单调了 作为一个墨西哥人 他已经厌倦这一成不变的食物了 但今天他在烙味薯片里找到家的味道 市场总监问他市场份额能占多少 理查德一下就猛了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市场份额 只能比划一下所有人都笑了 理查德彻底放弃了 他就是不懂市场份额 但他知道被人重视的感受 这句话打动了恩里克 同意先用5000箱测试市场 但奇怪的是过去了几个月 超市里的热辣奇多却没什么人买 市场总监洋洋得意理查德却十分沮丧 他想不通为什么 工程师傅让他振作起来不停地问 势必要找出一个答案 终于到了这天晚上他们恍然大悟 没有人买热辣奇多 是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这个产品 理查德找到曾经的混混朋友们 销售他们是一把好手 不仅如此他还鼓动了工厂里所有人 包括之前有天见的主管 在上班前下班后 将热辣奇多分发给他们的同胞 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产品 渐渐的热辣奇多在街头打出了热度 就算白人也对此爱不是谁 当恩里克收到信息时 热辣奇多已经大卖 在他们没话一份钱的情报下 他很惊喜打电话给理查德 说要500万箱 沙内奸理查德被巨大惊喜砸碼 主管按下所有按钮 他们真的成功了保下了工厂 之前的人也都回来 至于克拉伦斯身为了厂长 理查德非常开心 又紧张地问他们有没有提到自己 克拉伦斯凝制一下摇摇头 理查德很失落 这时主管过来叫他去楼上办公室 当他抵达楼上时 看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是总裁恩里克 而他站着的那间办公室 以后就是理查德的办公室 作为百世的多元文化营销总监 理查德惊呆了 工厂里所有人站在下面为他鼓掌 后来的理查德被誉为拉丁裔营销教父 成为了百世级非多利的高管 他开创了一整个辣味产品系列 打开人们的新世界 热辣其多如今是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品牌 也成为许多人童年经典 最后理查德于2019年退休 也有在这种辣味产品里的 这个辣味产品的 她就没有了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